好,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得得CMS反战实战教程 那么这一节课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看下课件 是我们第四章的第五小节 稍等一会儿,第四章的一个第五小节 OK,那就是一个内容管理,对不对 内容管理的话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得得CMS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呢,打开浏览器来看一下这个功能 麦子得得,对吧 好,不好意思,我没有开我的WAMP 好,打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验证码是9SQN OK,成功 成功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一边 就在我们这一边核心部分 核心部分会有一个内容管理 内容管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所有档案里面的这一些所有的一些文章 文章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容,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也不是非常多需要记的东西 好,我们就轻松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如何来做 当然呢,这每个加号可以点击之后可以添加不同的一些信息 添加不同的一些信息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添加信息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添加一个普通文章 像什么分类信息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它是会有一些栏目信息 有一些栏目信息 然后呢,会有一些栏目管理等等的一些东西 好,那我们用普通文章来展示我们的一个内容管理 因为我们用的最多的话也是我们一个普通文章 好,那我们文章的话有这么多的一些字段 好,这么多一些字段 那必填的字段肯定就是文章 文章标题,对吧 然后呢,卷列标题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卷列标题就叫做文题 就是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我也不知道它放在这边干嘛 当然呢,会有一些地方有用 比如说列表,对不对 这个的话自己可以定义 自己可以定义,我们来看一下系统这边 看一下模板这边有一个默认模板管理 我们用新窗口打开 然后呢,随便找一个文章 我们随便修改一下这个文章 找到我们这个文章的一个标签来 文章的一个标签 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有一个短标签的这种字 没有是吧 可能是被删掉了 我记得是这一个会有一个短标签的一个概念 好,没有也没关系 我们还会有一个办法 就是在我们文章内容里面 等一下我们来找一个 内容里面来查看一下 然后这边会有个自定义属性 有头条推荐,换灯,特推 这等等自定义属性 也是通过这一个东西 可以使用 是我们的什么属性呢 这个FLAG这个属性 自定义属性 你指定了这一个标签的话 指定了这一个你所选择的这一个标签的话 调用的那一个地方 假设说我在这个位置指定的是我们的推荐项目 所以说这边全部都是推荐项目才会上来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那文章来源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本章叫做麦子学院 对不对 那我就是麦子学院发的 当然这边会有个选择可以设置 设置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每行保存一个来源 我们可以在这边麦子学院 对不对 然后呢 拉到下面确定 Serv OK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边选择的话 就可以选择我们麦子学院 或者是选择我们怎么落伍者论堂 好 我们还是选麦子学院 那作者的话 我们可以有一名 一名网络等等 然后可以是我们麦子学院的某些老师 我们说作者是来源于网络 好 然后这一个的话 是一个在线问答的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关键字 这边有个浏览 关键字这边有个浏览的话 我们也可以新增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我们百度 对吧 链接就是http 好 这边有个平例 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有个平例的话 有一个概念 就是 看一下 这个平例的意思就是 假设说你这个关键字出现的一个次数 平例肯定是那个次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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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现在 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择平例 然后我们就点击 它就只能输入三次 这样子 好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的话 也可以百度一下我们这个意思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一个就是为了一个方便 为了一个方便 当然也可以自动获取 手动填写 以逗号分开 我们就用自动获取来做一个关键字 然后有个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的话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叫做自定义关键字 下面这个呢 是叫做自定义 摘要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网页的前段说明 D S D R P T I O N 是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下面的这一个 这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写这么一排这个东西 好 然后这边会有下载远程的一个图片和资源 比如说我们有张图片 有张图片是来自百度的 如果说你勾选了这一个的话 它会把百度那张图片给下载下来 假设说我们现在 就到这个网站 我们来找一张图片 就这张图片嘛 我们复制一下图片地址 然后呢 插到这个位置上来 插到这个位置上来 看一下图片是在这对吧 我们原文件就这样子 点击确定 好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好 然后提起第一个为缩类图 图片是否随应 好 如果说我们这个勾选 这边会有一张缩类图 好 那我们现在来加上一个保存 好 保存好之后 我们来查看文章 好 这边就会出现 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然后我们查看文章的时候 查看一个网页原代码 好 这边有个 keywords 就是自定义关键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网页描述 就是自定义的 我们这一个网页描述 好 标题的话就是文章标题 好 然后我们有一个不是叫文题吗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文题这边没有出现 对不对 没有出现 那这一个的话 等它出现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吧 或者是说 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使用 可以自己使用 我们更改文章 我们这个字段的话 到时候自己也可以去使用 至于怎么使用的话 就可以做一些二次开发的操作 或者是 当时它已经出现了 是官方默认都有这个标题的话 那这个标题是肯定可以出现的 当然它具体用在哪里的话 好像是用在自由列表等等的那些地方 当然这个也不是非常重要 重要的话还是这一个文章标题 还有我们文章内容 好 那我们刚才提起第一张为缩类图 就是这边 好 然后我们提起的下载远程链接地址 所以说我们远程 这个图片地址也变成了我们这一个本地的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 这是第一个要记得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添加文章号 好 第二个的话叫做自定 自定义链接地址 好 这是一个自定义链接地址 那我这一个就随便选了 其他我也不弄了 什么叫做自定义链接地址呢 大家往下拉拉到这个位置 这边会有个自定义文件名 不包括后缀名 如.html等 假设说我们这一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页面 我们就叫做自定义叫DIYLink吧 好 假设我们就DIYLink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东西 一个链接 然后我们在查看的时候 看到没有 这边就叫做我们DIYLink了 这个文章的这一个链接就是DIYLink了 这是一个要记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来继续发布文章 看一下有没有需要跟大家说了 然后这个权重的话 越小越靠前就是一个排序相关的东西 当然在我们这个地方权重 然后看一下这边用不用得到权重这个概念 貌似是用不上 貌似是用不上 这边用不上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网页基础里面的这个列表里面 好 假设是这个 那我们这个列表里面用得上 越小越靠前 对吧 然后 那这个投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在文章中加入投票内容 好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在文章中加入投票内容 好 好了之后呢 假设说我们这个文章是跟一个投票相关的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选起一个 选起我们一个这一个投票的一个ID 当然这边也可以新增一个投票 对不对 新增投票的话大家自己看需要什么样子的 好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投票 或者是直接在这边输入投票的一个ID 好 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允许评论 禁止评论 那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 默认的是允许评论的 好 这个文章也有 加这一个 好 这个可能是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好 那大家现在再复习一下 好 那么这边会有一个允许评论 但是没有评论的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先做一个实验 先做一个实验 我们这个先保存 然后查看一下文章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投票也加进来了 然后呢 我们刚才不是有遇到一个评论 但是评论没出现吗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在我们系统基本参数里面设置 叫做互动 互动里面 好 这边会有评论及留言 是否需要审核 我们是否 是否进用所有评论 好 这边就会进用评论 对不对 然后我们点击开启 点击开启的时候 要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1154要重新生成一下 我们要更新一下文档 然后 我们更新当篇的话 可以这样子来更新当篇 选择所有文档 115我们来从这边来预览一下 也可以 预览一下也可以 那么我们就从这边重新编辑一下 我们只要重新编辑一下 它就会重新生成一个页面 然后再刷新 好 这时候 这一个评论还是没有出来 评论还没出来的话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一键更新缓存的这种东西 我们就先来更新我们的一个网站 好 这是一键更新网站 那我们系统缓存也更新一下 刷新 还是没有出来 对吧 还是没有出来 那我们就还是需要去调整 看一下 肯定是在我们互动这一边 是否禁止所有评论 刚才已经选了否了 我们这个都选择确定吧 然后再看一下 会员设置 好 那现在我们应该是可以了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来开始生成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引起匿名评论 所以说我们用户不要登录 也是可以评论的 顶可不可以啊 顶是可以的 奇了怪了 那说明我们得得CMS是真的不是非常好用 那我给大家找一下 给大家找一下 会员设置 开启会员功能 互动 肯定是在互动这边 好 那没用的话 我就后面找到这一个办法 再跟大家说 一般情况下都是有用的 但是今天又没用 我们再来更新一下缓存 最后一次 不行的话 我就自己琢磨出来 在下节课提前给大家说一下 好 那我们在最后试一次 没有用的话 就等下一节课 我给大家讲一下 刷新 好 没有 没有的话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先到这边 下一节课 我会跟大家说 如何来开启我们这一个网站的一个评论 好 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 我们下节课就先到这边